我們做一些練習 這個就是問你向上向下的狀況 跟你講過說 我們有兩種處理方式 第一個就是照運動方向 照瞄畫一個 第二個就是看後面 都可以 我們都可以這樣 隨便你要怎麼做都可以 我們看後面 看後面的話 它向左邊運動 右邊是後面 假的後面在上 你的後面在下 丙的後面在上 所以假向上 以向下 丙向上 所以答案就是A 這是用看後面解決 或者你照瞄 向左邊移動一點點照瞄 然後去看它 怎麼運動也可以 OK 很簡單 來一樣 同樣的方式問你 它朝哪邊運動 假跟椅 那邊很簡單的小問題 就是我們考過 這個帥哥男 30 30 30 你的答案 30 到底是誰啊 起地 講話 看後面 向右邊運動 左邊是後面 假上 假 啊 C啦 C啦 有什麼 C 請坐 向右邊運動 左邊是後面 假的後面在上方 你的後面在下方 所以假向上 以向下 這題呢 問 假怎麼動 它這裡寫個上下左右 其實就希望你以為 他就 他說 他這個假戒指是 坡洞是向下運動的 那整個坡怎麼動 跟剛剛問的相反 看來是坡怎麼動 問你戒指怎麼動 現在倒過來 戒指怎麼動 問你坡怎麼動 然後他其實 還有一個觀念 就是所謂的前進方向 跟戒指運動方向 平行還是垂直 重坡還是橫坡 那如果你了解了這件事的話 就有兩個選項是不可能的 就有兩個選項是不可能的 如果應該平行 垂直就不可能 應該垂直 平行就不可能 OK 平行就不可能 那所以呢 快往哪邊走勒 來可愛的小女生有嗎 14號 蠻好沒有14號對不對 22號 沒有14 10號 沒有來 你們那女生缺一堆 8號是不見譚 2號 C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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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C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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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 第一個 他這是橫坡 所以要互相垂直 所以他一定是左右 不可能上下 那你可以說說 你先假設他向右 然後去看看如果向右的話 左邊是後面 那麼應該是向上運動 就不對 所以就不會向右 答應應該是向左 就可以知道答案了 這就是 我們做的簡單小練習 這考試有考過的 就是問你 戒指的運動方向 我們提示過兩個做法 第一個就是 照前進方向照瞄 托形不變 畫一個 然後看從A到B 要向上還向下 第二個是看後面 向左前進 右邊是後面 看右邊是上方還是下方 就會曉得了 就是我們的做法 可以嗎 可以